大家好,这里是大树外厨房 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两个石榴 石榴虽然好吃,却很难剥 一个一个抠太费劲了 要么就是满手都是汁 今天教你一个怎样快速剥石榴的小技巧 首先只需要在石榴表面一刀下去 可以看到里面的网络 给它切四个角,或者是六个角都可以 只需要轻轻的在表皮开槽即可 然后我们轻轻的剥开篮 大家看一下,现在里面非常漂亮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剥石榴 放在盘子里 在表面用刀背敲一敲 石榴子全部变松散 再倒出来就非常容易了 把石榴倒扣过来拍打石榴 看一下,大部分的石榴子就出来了 然后手指把剩下来的石榴子抠出来 然后手指把剩下来的石榴子抠出来 大家现在来看一下 非常完美,干干净净 这样一排石榴子吃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过瘾呢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第二种方法 我们还是同样的在表面切个孔 然后在边上打一些花刀 把中间黄色部分挖掉 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把石榴放进去 蒸个30秒,不要时间长 因为我们只需要把表皮删下去 蒸好的石榴把它剥开来 看一下石榴表面,已经撬皮了 这个时间不会让石榴里面发烫 只是外皮收缩了一下 这样更容易长皮和紫锋里 而且杀菌效果非常好 剥开以后,把磁取出来 每一片都是那么好脱离 今天波士六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谢谢大家